吐司男之吻的遊戲規則 就是吃吐司 來賓只要在30秒內 將一片白吐司吃完並且吞下 就可以順利過關 從事網拍事業的Angel和Jackie 能通過吐司男之吻的考驗 用開瓶器成功換到 高級藍光家庭之戀請嗎 吐司男之吻 兩位誰吃 佩服佩服啊 你怎麼弄得很直接 還沒參加他 好 出球就交給我們男生來 佩服佩服啊 為什麼佩服 吃個吐司 這種比賽這種大胃王的 我們經常看到那種 在美國或在國外舉行 都很恐怖 不然是吃蛋糕的吞那個什麼熱狗 所以你看 大胃王可以吃那麼多東西 我們只要吃一片 就這麼一片就好 30秒裡面能夠吃完30秒 一片就可以得到那個啊 狼光的啊 吃藍光啊 那個不是藍光的 那個藍光的好幾萬耶 那我跟他吵架... 你兩個一起來好不好 好不好 等一下 他先 他如果沒過再讓你來 那一片 你一片就好了喔 那我也可以挑戰啊 你一片就好了 而且那個藍光是好幾萬塊喔 對啊 就可以在那裡 就可以在那裡 好 心裡都準備好了喔 心裡也準備好了喔 好 預備 開始 這樣喔 這個有辦法 這個有辦法 好啦 30秒的時間是怎麼可以 所以一片主持得到我們告訴你 小孩 這邊有研究過這個嗎 有 不錯喔 有做過功課 有研究你有沒有試吃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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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吃東西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先把它吞 先把它吞了再次這個 9秒 8 7秒 有機會 5 有機會 4秒 3 2 1 時間到 嘴巴打開 他失敗了 董哥 失敗了 失敗了 其實你是最接近的一個 真的嗎 這麼多人以來 你最接近成功的一個 那你的問題在哪 吃起來感覺怎樣 為什麼吞不下去 突然可能真的是會GAS 算是等一下 但是第一口 你有吞進去沒有 第一口 結果我一口都還沒吞進去 蛤 為什麼 我還能夠吞進去第一半個 結果那個半個我可以先吞進去 我本來戰略是就是 先不管吞 我怕吞了第一口 不敢吃了 戰略是決定把它全部咬爛 結果 結果決定撤退 那戰略錯了 董哥不簡單的 真的不簡單 董哥其實要看 不信潔 你笑一下 我來試看 對 一個 等一下 董哥你先 等一下 董哥我告訴你 這件拔頭要回來 就這樣釋出來 我跟你講 不斷的自信 這個就是跟他剛剛開灌器有關係 對 所以我回家我要把開灌器丟掉了 給他學少喝一點 少喝一點 不過 所以一定要完成我這個計劃 派我們年輕人出來 我還怕你瘦得不好看 對 所以董哥要叫蔡佳麟出來騎 這樣我來講 董哥給你面子 如果佳麟出來有沒有 不要說音響 那個摩托車我一樣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給他騎回去 我給他騎回去 人家說沒這麼沒志氣 等一下 只要成功 那我們把歌一首整場唱完 等一下 董哥我跟你講 只要佳麟能成功 或你能成功 你們兩個人一起比 能成功的那一個 我們所有的 統統可以帶回家 先講 既然妳說了 我說 妳沒有發現那件事情董哥 對 董哥有沒有發現那件事情 你我開我開 這就是我們的戰略 我們的戰略就是這樣 沒關係 我們為了獎品 來 兩個分嘛 這嗆嗆嗆 我們今天本來是要 妳一樣我們是有準備的 結果後來工作人員翁進來 但我們有帶辣椒醬有沒有 不少看 辣椒醬 辣椒醬也會有幫助 因為他就把這邊給 就辣就撐開了 就把它吃完就好了 吃完 吃完我摩托車十字禮送禮 等一下 佳麟 預備30秒 預備 還沒開始喔 好 來 蔡佳麟是我可以30秒 我還可以這樣吃完 把我們的摩托車騎回家的 他有可能會過 怎麼辦 半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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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應了 最後三分之一 他過了 現在佳麟正跟時間三秒 15秒 才15秒 加油 怎麼辦 我答應了 他會過 完了 他會過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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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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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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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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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